二十二歲是一個蠻矛盾的年紀 很像是所有曾經丟出去的問題都回到我自己身上 自從上了大學後就拼命的想往上頂 迫不及待的想站到這世界的前端 停下來才發現自己原來只是一個膨脹的功課 得不到滿意的解答 因為所有疑問都指向我 以及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那些影像那些聲音 好像越是用力去解釋 就越是遠離真實 而這一切都成為了一個不成熟的半成品 那是我引以為要的傲慢 我會繼續看待你 我會繼續看待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